好囉,今天是第幾集啊? 我們在M5裡 1234567,第七集 第七集,我們現在是在倒數嗎? 連續錄兩集啊,我跟你講錄到最後一集 那天我一定會特別的開心 終於結束了嗎? 沒有,我不是因為不開心或什麼的 我是因為我終於就是 又堅持玩一件事情了 以前我是很半途而廢的人 然後我開始拍影片之後 我才會學習到 堅持一件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剛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也是跟朋友打賭 因為那時候他就知道我是一個喜歡半途而廢的人 看到別的更有趣的東西 我就會失去新鮮感 我就會去玩別的東西,所以那時候他就說 我就是跟你打賭,你就是會 撐不過三個月,你就不會想要再繼續拍 然後我開始拍影片之後 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晚 堅持一件事情,你看像這個我拍 那麼多年,我從來沒有一件事情 堅持那麼久過耶 聽起來有點悲哀 有一個東西可以讓你堅持這麼久啊 我覺得很不容易耶 而且還沒有乾爹 對啊,真的是自己很喜歡 然後錄Podcast 這件事情又讓我更進階了 因為我以前更新影片是 有拍就更新 或者是就是想到有了就更新 就是我不會硬逼自己 但是從錄Podcast開始之後 固定養成就像我們固定錄節目 或是會固定想腳本 然後就是有個固定的模式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習慣是要養成的 就是還是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自己這樣覺得 因為我以前影片我也不會 規定自己說一定要什麼時候上 當時我開始錄Podcast之後 我現在是每個禮拜都會上 也不算壓力 就是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我每個禮拜都要上片 今年快要結束了 我今年一整年就是 每個禮拜都有片上 所以就是今年達成這個目標之後 我明年開始就會開始擺爛 我就會覺得說 好這個有達成 那我們可以往下一個目標前進去 我沒有注意 你會三分鐘熱度嗎 我沒有注意 雙子座很常被 會嗎 三分鐘熱度的排行榜前幾名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欸 你不會啊 你也不會放棄衝浪或放棄什麼 因為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的事情 我對啊我就會 我做到一半我發現 這件事情不喜歡了 啊就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堅持啊 就是就是 看什麼事情吧 看這件事情對人生有沒有 很重不重要有沒有意義吧 找到了應該就是說 你很早就找到可以 讓你有興趣堅持很久的東西 然後我年輕的時候可能是 摸索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我很容易試著這個 我就覺得不好玩就放棄 然後當我試到拍片的時候 就覺得喔 這個就是 我可以一直堅持做下去的事情 可能 你是那種會 會給自己壓力的人 我是那種 怎麼講 我應該算草莓吧 我很不能接受壓力 包括給自己壓力 就是我會有壓力的時候 我就會放棄他 那你有成長欸 因為 現在錄這個Podcast 就是一個巨大的壓力啊 可是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辛苦的是你啊 我就是出人 出一張嘴就好了 沒有我一方面會不好意思 覺得有壓力是因為 我會覺得 我就是要固定一直 請他來錄音 我也覺得 會不會有點就是麻煩到他 或怎樣 不會啊 我覺得沒有啊 我覺得你比較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我在學習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以前想要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我會很害怕別人會覺得麻煩 我自己的個性是怕別人麻煩 好我們今天閒聊 為什麼覺得今天過比較久 可是我也覺得剛才閒聊很久 我們剛剛閒聊很久欸 但是我覺得我們剛才閒聊的有 跟今天的主題有 有一點答案 我以為你在鋪陳 因為上一集的主題是東東想的大便的故事 然後我們現在要轉換到一個 非常嚴肅的主題 但是因為我們是臉的路 所以現在心情的轉換有點難以轉換 我怕我等一下講一講 就是想到很適的事情就開始笑 我一開始跟東東在討論的時候 東東說我真的想不出我這方面的故事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你這集就是一直聽我講就好了 因為這個故事我大概可以就是講一整集 要講影響我人生很 就是影響我人生的一句話 或是一件事 我們原本設定的主題是這個啦 對啊 我的人生就是 那都沒有 我沒有啊 平常有在看我發文或是發的文都很沒內容 應該是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這個跟我的 人生觀跟感情還有感情有點關係 感情 所以如果這個命題要再直接一點就是 你曾經另一半對你說過最傷你的話 我今天跟這個有關係 我中間空窗很久 我高中的時候交過兩個很短暫的男朋友 然後中間空窗了十幾年 那我今天講的這個那個人會不會也聽到啊 是暧昧對象但是我後來跟也算交惡嗎 我不知道你自己決定 因為我也沒聽過這個故事 我覺得以他城府深的程度的話 應該會聽喔 他聽了他會 你有辦法 I don't care 你有辦法招 我就是要講 那你剛剛問屁啊 沒有啊我就是討論他一下 讓他現在如果再聽的話 就越聽越心虛 就故意越心虛 欸可是仔細想想 今天這主題是殺傷到我欸 所以我覺得講出來也沒什麼 又不是我傷他 嗯 這個故事就是有一點影響到 我有一陣子 人生很低潮的時候 然後我都不敢做這些事情 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跟 多久以前啊 2017年 幾年前 2017 我今天要負責當小秘書 對 2017 小秘書算很慢 四年前 喔那麼久了喔 2017 對啊 大概四五年前吧 我記得那時候是跟一個人曖昧 然後那時候還住在台北 我跟那個人認識蠻久的一段時間 就是在2017年之前 我們一直都是臉書的好友 偶爾會回對方動態 或者是偶爾訊息會聊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然後到2017年我們才搭上線 然後就是那一陣子 可能會一直出去吃東西啊 或看電影啊之類的 曖昧的發展這樣子 曖昧到某一個階段之後 就是 就他會來我家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能會過夜或什麼的 也就是一般曖昧的兩個人 很會有的互動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這個人好像還不錯 然後就是也可以 再深入的認識下去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也 該做的都做了 後來就是你 開始要確認關係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聊的就是 以前我可能會想要確認關係 所以我可能就是有意無意的會問他說 欸那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啊 或什麼的 然後他都不太正面回應 他是天蠍座 然後天蠍座就比較神秘一點 什麼你 因為我最大的課心就是天蠍座 你的課心是天蠍座 對啊 對啊我覺得我這輩子遇過幾個 天蠍座是每個人的課心吧 真的嗎 對啊因為我爸也是天蠍座 然後對啊 遇過幾個 那你爸會很神秘嗎 天蠍座 我遇到天蠍座 你不知道他在幹嘛欸 我不知道他想 他想怎樣 沒錯他平常就是個名 我那時候認識他的時候就是 我知道他的工作 我也知道他就是住哪裡 或者是他的朋友是誰或什麼 但是他就是個名 就是平常 你的部分是哪一個 他的心理嗎 他有一種神秘感 你問他什麼他會跟你講 但是你會覺得 他講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 你會覺得他沒有講全部 很神秘 然後他的行蹤就是 他也會跟你講 但是你會覺得 就都很模擬兩可 反正他整個就是給我一個很神秘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反正是他曖昧也不是在一起 所以我也不會去管他太多或怎樣 要進入到確認關係的那個階段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一點逃避 他比你大還挺小 他比我小 比你小 對 我以為會逃避確認關係這種人 通常都是比較老練 可是也才小我一兩歲而已 對 或許他的歷練比你充足 然後後來就是在確認關係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 就是一講到這個話題他就會躲避 就跳到下一個話題 他就是不講話 他也不會逼他講話 我也不會逼他 可是你知道這種事情就是到最後 你知道越在乎的人到最後就會抓公 大概過了到三個月吧 我覺得三個月是我本來忍耐的極限 我就覺得喔真的太久了就是 你到底想怎樣就講清楚嘛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天晚上他在我家 然後就一切都很正常 然後我就後來我們要睡覺之前我就突然問他說 我就說 那我們都已經認識三個月這麼久了 那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就直接跟他講 我就說因為我之前問你 你好像就是也都是很逃避 然後有些事情好像就是你也沒有很誠實的跟我說 欸好直接喔 蠻直接的 三個月了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種人 可是我都會想說 B&N到底會不會 沒有 像我上去那樣很浪漫就是 就是一個不敢問然後一個不想講 然後最後本來相愛的兩個人就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的個性是 到這一刻就是要問那麼清楚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一翻兩瞪眼 我就是已經有先抱 心理準備 對我已經心理準備就是 這就是大絕招嘛 就是沒辦法就只好問 因為他真的在你再不這樣問 他也就是繼續這樣擺攔下去啊 然後我就說啊我們之前就有確認過關係了 那你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要不要在一起也要講清楚這樣子 嗯 然後他就沒有說話 他就安靜 然後他就說 改天再講 然後我就說改天再講 改天已經 到底要改幾天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瑪德到底是怎樣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算了 他可能也怕會有衝突或什麼 所以他可能覺得 衝突這麼激烈 沒有他可能覺得 嗯 對他可能覺得問題很尖銳 然後他可能當下也不想要回答什麼 所以他覺得 還是他的答案也可能 他我覺得 因為以他的心思縝密的個性 他可能是要先想好要怎麼講 然後後來我覺得他好像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是又過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要過去 然後就他又來我家 也是到了睡前這個時刻 然後他就自己開口 對 先喝一口茶 還是說先喝一口茶 我剛才發出少女的驚嘆 自己開口 你會覺得很像在聽偶像劇嗎 就 因為我通常是 我其實比你還著急 我是完全沉不出氣的人 所以之前有幾段關係 我都是 就是我一開始會太積極嚇到對方 本來是 都對對方有興趣的人 然後因為我會太積極 然後太主動 嚇到對方 把對方嚇跑那種人 所以我都等不到對方自己開口 就結...關係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天蠍桌神秘的地方 他自己開口 對然後呢 然後就說 你知道他就來個初期不一樣 他自己要講 然後就說喔好 影響我人 人生還蠻打擊蠻大的故事 就這樣展開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沉默了一下 他就說 喔其實我們認識這麼久了 然後 這幾個月開始我們關係變得很熱絡 所以我們有一起出去 然後他也覺得很開心啊 或什麼的 天啊我要掉眼淚的感覺 後面 沒有你就大概知道他要講什麼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這都還可以承受 然後殊不知他後來就是 又越講越多 然後他就說什麼 喔就是我都很開心啊 但是我就是一直沒有一種 會有想要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到這邊我都還可以OK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像到這邊就是應該差不多要結束 然後他後來就是又補了一句 怎麼辦我現在就想這句話 我現在心裡好 我很需要 多久了還這樣子 其實連我你這樣講 連我都有點緊張 沒有這句話我真的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對大家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有在拍影片了 然後他就說 所以沒有很久之前的事耶 三年前我已經在拍影片了 才三年前而已耶 才三年前而已耶 怎麼現在心跳好快 我就自己講得很緊張 你看聽心跳很快 還是還好 真的耶 我覺得很可怕 他就補了一句 因為他一直都知道我在拍影片 欸我摸不到我心跳 但是你心跳超明顯 他就說 哎呀不會有人想要跟這麼好笑的人在一起 然後我就 什麼意思 他是 好笑 不會有人想跟這麼好 到底是包還是扁 沒有他就是對 他就說不會有人想要跟這麼搞笑的人在一起 所以他是覺得 沒有人想跟邪心 邪心會單身一輩子 對之類的 你不是走邪心路線的啊 沒有 因為我以前拍的影片就是都是很 比較惡搞活潑的那一種 我就是一聽到然後就覺得 就是 你知道 我就當下就忍住 然後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然後我們就各自就 關燈就睡覺 然後更天他就回家 然後後來就 我們就沒有再聯絡 我那一陣子 就是 我就整個 好 shock喔 對我就想說 我剛才那幾分鐘都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哇 我人生第一次有人跟我就是講這句話 然後 而且這個 要是我聽到我當下是會嚇到就是 很難過 但是會嚇到 對 也哭不出來 然後也就是 然後你就會想說 這要平靜很久欸 對 然後我想為什麼他要突然講這句話 對啊 而且你喜歡我 不就是喜歡我這樣子 游瘋瘋去 或是喜歡我的 對 然後 重點是就是 那一句話就讓我大受打擊 就是可能以前酸民留言 或是有人亂看你玩 不熟的人看你玩笑 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這真的是 感覺酸民會出現的話欸 對 但是酸民不認識就還好 你一個曖昧三個月 然後該做的都做 然後他竟然最後就是 就是講的這句話 就是不會有人想要跟搞笑的人在一起 可是你跟他相處 你們私底下相處 跟你在影片上的模式 我私底下就是蠻 就是像我們私底下這樣 我就是 你現在的影片跟你私底下差不多啊 對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故事影響到後來 整個故事的 整個人生的走向 所以你亂的人就變了 也沒有到整個變了 就是他講完那句話之後 我有一陣子不敢拍影片 對 我有一陣子 我有一陣子只要我想要 想要拍影片 或者是我拍影片 就是想要講一些很 就是幽默的東西的時候 我腦海就會浮現那句話 等一下 我本來想說好沉重 剛才還吞了一口氣 結果我想到大片 就笑出來 如果是三年前那時候的我 我們在錄上一集的 我就會什麼都不敢講 我只要跟幽默搞笑有關的事情 我就會腦海就會浮現那句話 還好你這一集是放在大片之後講 不然下一集 我完全不敢講大片 因為在講大片那件事之前 我已經在想說我這樣子人生 會不會 會不會那個 真的耶 我形象會不會大改變 沒有這就是 等一下會講到的部分 反正我就是被他那句話影響了 所以我那陣子就是 我會很排斥 幽默跟搞笑這件事情 因為那之後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就是我又 中間又休息一陣子沒有拍影片 就還蠻低潮的 然後我有一陣子就是 只要別人講到 講到因為那時候 大家對我的印象就還是 是個活潑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只要聊天 只要聊到有關於 幽默或搞笑這方面 我可能就會 我的那個防禦 防備心就會很強 那陣子就是 會對這個話題會有點敏感 別人一講到這件事情 我可能臉就會臭 或者是我就會說 我不想要聊這個 但都沒有人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你怎麼 突然變這樣子 你也沒有跟你的好朋友 或好姐妹 我完全沒有跟別人講 為什麼 我今天是第一次講的 那句話真的打擊太大 到現在我才敢講這件事情 在我還沒有選擇 要把這件事情講出來之前 我一直都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對 所以我就不敢跟任何人講 然後我會想要跟你講說 哇這期要聊這 是因為我覺得我好像 準備好可以講這件事情 就是我已經不會再在意那個人講的這句話 嗯 我覺得好可怕 我聽到 我聽到現在我 我整個人說起來 我緊張欸 中間那一陣子就很低潮 嗯 然後後來我就是開始拍影片 然後就到現在這樣子 嗯 所以我 我自己是有一點 慢慢的在 就是 事情發生過後的半年一年 去回想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能還是會很恨那個人 然後可能還是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所以你們那天之後就沒有再聯絡了嗎 沒有再聯絡了 就從那天之後 對 就沒有任何的聯絡了 對 啊有到封鎖之類的嗎 沒有就是刪掉對方 刪掉對方 對 那你現在還看得到這個人 我現在看得到這個人啊 那你還會去 我現在偶爾還是會在 別人的版上看到他的留言 哦 對 但是我現在就是不會有任何感覺 如果是 事情發生了半年一年去討論這件事情 我可能還是會很激動 或者是我還是會很抗拒這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想要講就是說 現在我就是已經過了這三年 然後 我選擇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我並不是要說 你不是要 批評這個人 或是講這個人 對 我不會說他的 講的話是錯的 因為我覺得他講 他的話也有他的道理在 嗯 今天如果是 別人在討論這件事情他 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就會安慰你說 啊他他講的這句話 他可能只是想要把你甩掉而已 那其實如果不管怎樣的話 還是會有人喜歡你 這句話是對的 但是就是對一半 老實說他講完那句話之後 我就開始真的認真去思考這件事情 說我會一直找不到另外一半 是不是因為我真的太搞笑 或者是那陣子拍那些影片 會吸引不到我喜歡的人 然後我後來就試圖的去調整自己 後來就發現說 並不是因為我太好笑 所以交不到另外一半 而是因為那個時候 影片上的我 跟私底下的我 其實是落差蠻大的兩個人 嗯 所以影片上的我會吸引到的人 吸引到喜歡我的人 其實都不是私底下我 私底下的我會喜歡的人 所以你說你現在做的調整是 是你現在目前幕後 台上台下一樣 但以前不是 以前不是 以前是我會在螢幕上 刻意營造出一個形象來 嗯 對我會發現我會吸引到的是另外一群人 對 然後你吸引到的那群人 不會是你喜歡的類型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開始有去調整自己 就是可能比如說在 我那時候拍影片 就會開始漸漸把我私底下的形象 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 然後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會有人留言 就會有人說 為什麼今天馬丁的影片 就是看起來跟以往不太一樣 風格改變了 那你改變了什麼 我比較想知道 我其實就沒有 那我不會去刻意營造一個螢幕上面的形象 我就是開始把私底下的我呈現在螢幕面前 就是你有情緒 或是你低潮的樣子 也都會把它對 對對對 就是並不是就是真的只有就是搞笑那一面 當然我也並不是說你這樣子不好 但是我自己就我自己本身來講說 如果我真的要讓我喜歡的類型喜歡上我 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不然我只會吸引到另外一群人 就是以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講的話 就是那時候我的怎麼講 我的事業跟我的愛情我覺得我只能選一個 我覺得如果我在如果我繼續在這個事業上經營下去的話 我就會沒有愛情 對那如果我要愛情的話 我就是要必須在我的事業上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選擇在我的事業上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就開始把我影片的風格就是換了一下 然後我可能把我自己是一下的樣子 樣貌也盡量呈現在螢幕面前 然後我後來發現我這樣子改變之後 我真的有吸引到就是我喜歡的那一型的人 你這樣說邏輯就很痛 對所以前面那些都會剪掉 重點是通常勵志書上面講的都不會是這個 我今天的重點想要講的就是這個 通常勵志書的上面講說 都會講說你不應該為了愛情而去改變你的人生的任何東西 我會覺得你是以前的你改變了你的人 因為你呈現在螢幕上不是你真實的樣子 對 那你現在呈現在螢幕上反而是你真實的樣子 所以你現在會吸引到的人 他就是他就是認識他就認識你了 那你以前吸引到的人是只認識在 認識到你呈現出來的那個樣子 螢幕前的你 他沒有認識到私底下的你 但是這個代價就是我的事業會有改變 以前大家喜歡的那個你 比較受歡迎 大家喜歡那個商業化包裝出來的你 而不是真實的你 那你一真實你也跑出來 其實就會有人跑掉 就會覺得那不是以前的你 所以這個很難 我最近也是有遇到一點這種問題 我也是因為做美髮就是生設計師之後 我為了經營我的客群 然後我才開始做 大家看到我IG或是臉書上面的形象 但是我最近有一點就是那個 刻意經營這件事對我來講是蠻吃力的 所以我最近有一點開始恢復到我以前 原本的你 一點點一半一半 就是有時候會開始發現我自己的情緒在上面 然後因為我剛開始經營的前一年一年半那時候 我就是有什麼情緒啊 我就會盡量隱藏起來 我就會覺得要讓大家就是看到光鮮亮麗的樣子 然後不要把負面情緒宣洩在上面 但是最近就是有一點負面情緒 我就發很多 對你最近會 對 限動啊 然後可能臉書的發文啊 上面都會展現出我的負面情緒 我就有一點擔心會不會流失掉一些 可是就會吸引到喜歡真實的你的人啊 那時候我還跟前房東在一起的時候 房東都會說 你好假 你在那個上面好假 大家看不到真實的你 然後他就會錄一些 他覺得比較真實的我 對發在他那邊 但我覺得也沒差 可是因為可能他還是有幫我顧到形象 他就是有錄一些覺得 他覺得是可愛的 不是會毀掉我形象的影片 他就是把可以放上去的方式 對對對 但是他又覺得這是私底下比較真實的我的 他就會放上去 他說你看這樣子多真實 他說你那個太不真實了啦 對啊 所以我現在仔細想想就覺得說 他如果當初沒有講那句話的話 我可能現在就還是以前那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要看你人生的目標啦 因為有些人的人生的目標就是 他如果要讓世界一帆風順 然後他可以 我覺得這就是要選擇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說愛情跟麵包沒辦法同時兼得 我後來發現這句話好像蠻準的 可是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 有在江湖上走跳的 我不知道那種什麼形容詞 好怕得罪人 就是比較紅的那些人 我在想說會不會有些人真的私底下就都是這個樣子 我私底下真的完全不是 不是我檯面上那種什麼健康活潑的形象 我就是有很多負面的情緒 然後很低級 然後很無聊 然後講一些真的是 不是好聽的垃圾話 就是很垃圾的垃圾話的樣子 我知道 對 然後我就在想他們呈現真的都是 會不會真的有這種人 我覺得很少 會不會youtuber聽到這集然後都聽到哭啊 沒有 因為我真的認識很多人 但是因為我不能講誰 他們為了維持螢幕上面那個受歡迎的形象 所以他們有很盡力的就是去維持那個形象 但是其實他們私底下不是那樣子的人 他們在感情方面也有點遇到我像我以前那個情況 就是只差那個人沒有跟他說那句話 就是他可能談感情都是比較吃虧 或者是就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歡的 這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講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取捨 你真的是要為了你的事業 還是好你現在決定就是我想要找到一個 我喜歡的人也喜歡我現在的樣子 有人就是他可以事業很好 但是他也找到互相喜歡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機率真的太低了 或許他的原本的性格就是 對 就很適合讓他做他的事業 就是也有這種人 但是就是很少 不然就是他真的要很幸運 他就可能天生就不用包裝自己 就是媽媽在肚子裡就幫他包裝好 上輩子就包裝好了 如果你是後天 後天說到出來的這種形象的話 那如果你真的要談戀愛 或是你要感情順利的話 真的我自己的經驗啊 是覺得你至少還是要做出一些取捨 像我自己對自己的感覺 我對我原本的個性很沒有自信 所以我不太敢把它呈現在 就是第一時間或是這麼公開的呈現在螢幕面前 因為我很怕讓大家知道我原本的個性以後 大家就變得沒那麼喜歡我 大概可能是因為有這種經驗吧 那我不知道你的狀態是這樣嗎 那一陣子就是因為這樣一直碰壁啊 所以我就想說那是不是我的影片要去做一些改變 對然後後來事實也證明我去做了一些改變之後 的確有幫助讓我在感情上變得比較順利 那是試驗呢 但是試驗現在就是我也做得很開心 就穩穩的自己開心就好了 就是至少我也不用再強迫自己 硬要去拍一些我不想要拍的東西 或是搶眼歡笑 我現在就是拍我喜歡的東西 我現在也覺得很開心 我現在拍我喜歡的東西 但是觀眾自然就會比以前少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取捨是我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沒有飯吃 或者是會沒有錢 或是破產或什麼 就是大家還是要量力而為 但是我自己在取捨過後之後 我會覺得說 喔OK我這樣改變 雖然我錢會賺的比較少 沒有以前那麼多 但是至少我其他感情或者是生活 我會過得比較開心 對所以我後來覺得 我現在自己回想起來 我是覺得蠻值得的 怎麼辦自己好沉重喔 我剛剛講出來的時候我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這件事情真的沒有跟別人講過 看心跳停了 現在還好 現在講出來就再好很多 沒有心跳 沒有心跳 重新講出來就是 就是重新治療自己一次 可是那真的是 如果你現在要說我人生過到目前為止 讓我印象最深刻 我就是傷最重的一句話就是這件事情 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聽 你說是誰 他 算了啦 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 我只是回想起來 這個就是目前如果有那個圖 就是最高峰的就是那個時候 對這一集我沒有 不會啊你剛剛自己也講了很多耶 對啦 但是我沒有像你有這麼深刻哪一件事情 你被罵過最難聽的一句話 就是我剛剛被罵過最難聽的一句話 就是那句話 可能被那個封印住了吧 有時候自己的那個頭腦不是 會有那種保護機制 會把就是最痛的傷害 就是自己封印住 你必須要一些什麼催眠事啊 或是什麼才可以 我那時候個性也自己覺得說 別人在講什麼難聽我應該都還能承受得住 可是我沒想到那句話真的是 人生第一次體驗到就是 漫畫會很像啪的那種感覺嗎 你知道他講那句話 你腦海真的啪的 大家想知道是誰嗎 快點告訴我 我比較覺得問號的是 那他之前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這麼久 照他 我覺得他可能有可能也是在猶豫啊 他可能覺得跟私底下的我相處覺得很棒 但是又看到影片上的 我又覺得啊這個人怎麼又那麼奇怪 他可能也是在這個之中掙扎啊 所以其實他搞不 他搞不定了才是你 他覺得 我讓他困惑的其實是我 更困惑的其實是他 可是我也有這種 也有這種情況過啊 什麼意思 你都沒有遇過這種情況過嗎 哪一種情況 就是你跟一個暗昧的對象在一起 就是你跟他見到本人 跟他相處 就覺得不錯 但你回去 比如說臉書或社群上面 他會覺得這個人好像不適合在一起 然後你就會一直猶豫 你就會覺得見面之後 會覺得這個人好像還不錯 但回去臉書看一看 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那麼喜歡 就是會陷入這種猶豫當中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陷入這種猶豫當中 對 所以他之後才會講述這句話來 他可能覺得我螢幕上這麼搞笑 讓他非常困擴 他不想要堵住 他不想要下丟堵住 也因為人生發生了這一件事情 而讓我就是有一些改變變成到現在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態 我現在人生這個狀態 我是很自在的 就是我已經 我覺得應該不會造什麼 類似的這種話會傷到我 他現在在跑來跟我講這句話 我真的會沒有任何感覺 同一句話現在沒有任何感覺 是因為我現在螢幕上跟四季下所是一樣的 他的那時候多少有講到了一些我的盲點 所以我才會覺得 被說中了 有被戳到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很自在的我 給自己一個結論 謝謝你的人生導師 但是沒有人會想要人生發生這種事情啊 當然人生如果能一帆風順還不是最好 廢話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如果你 你沒有覺得影響你很深的一件事情 這樣是一件好事 應該說有 但是可能 可能不只一件吧 可能陸續續都有發生 但是就是沒有到印象深刻 因為我這個真的是 到現在都很印象深刻 應該要讓我好好想必定我是金魚腦 我今天真的 你們故事有覺得精彩嗎 嗯 有 shock 到嗎 有驚訝到嗎 有有有 就是就是有那種電影 電影 風迴路轉 那觀眾如果你有覺得 影響你人生很重要的一句話 或者是很印象很深刻一件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 那 如果喜歡我們 podcast 的話 別忘了給我們五顆星跟按讚留言分享 我每次都 不夠快 要快到人家聽不懂 但是仔細聽 又感覺你沒有講錯一個字 不行啦 好啦 就不要再囉嗦 第七集了 我們剩三集 我好開心 欸我 我最近被人家 下一次錄就是錄八跟九 然後第十集 我已經想好第十集要錄什麼 第十集要錄什麼 第十集就是 錄最後一集了 你有什麼感想 然後我們就開始亂聊 我覺得亂 跟第一集一樣亂聊 我已經想好了 那些說要上我們節目來賓 已經沒有機會了 趕快找一個朋友來了 還有一個在台北啊 還是一個在 我們這個要繼續講進去嗎 不要 好 好我們下一集可能會有來賓喔 就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但也可能會沒有 對 好就先這樣囉 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